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 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李祝华观点 九毛九打烊 美国九十九美分商店吹熄灯好 电商网购当道 实体店让路营退 在美国具有四十年悠久历史 一万四千名员工的 廉价折扣连锁店九毛九 突然宣布要关闭 全美三百七十一家店面 无独有偶 另外一家名为 一元家庭折扣店 也计划要关掉一千家店铺 这一连串的观点 不仅揭示了实体店面 面临电商网购的严峻挑战 也反映了在特定环境下 生存之不易 随着电子商务的崛起和消费者 对于便捷购物体验的日益需求 实体零售店 特别是以价格为主 竞争力的美元商店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消费者不仅寻求低价商品 更重视物品的便捷性和产品质量 这迫使美元商店 必须在保持成本效益的同时 提升顾客服务和商品多样性 这些廉价商店 关店的直接原因 除了遭到网购直接冲击外 当然与经济条件改变密不可分 自从新冠疫情以来 由于通货膨胀压力 政府补助减少以及库存损失 折扣店的运营成本上升 所以另外一家 也是靠折扣起价的一元数 不得不提高价钱 把每件物品都涨到了1.25元 所以该店响叮当的招牌 仅售一美元也被自己给砸了 你走进这家店 用一块钱再也买不到任何东西了 不过一元数却因此而能苟延残喘 该店能勇敢做出涨价决定输出不易 但相对于资本罗小的99分商店 由于融资不易 对经济规模不足 以有效分散外部风险 所以最后不得不关门 自从疫情消退后 消费急剧上升 但劳动力短缺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 所以人们都普遍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从食物用品、房地产价、水电瓦斯、汽车价格 医疗保健到大学教育等等 几乎无一不涨 而美元贬值最明显的体现就是 今天拿一块钱已经买不到昨天一美元的商品了 家庭主妇一定有最深刻的体验 一般应对之道就是少买或是不买了 根据哈佛经济学家杰森福曼的计算 自疫情以来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支付费用 平均飙升到了大约4000美元 这是自1982年以来最高的通胀率 所以迅速体现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 经常依赖的商品和服务上 这些影响力是方方面面的 然而即便面临这样的挑战 美元商店并未完全失去市场地位 另一家折扣店Dollar General 不仅没有减少店铺数量 反而计划新增800家店铺 特别是在竞争较少的乡村地区 这表明在特定策略和管理下 美元商店仍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社区的反应也是观察 美元商店发展的一个重要角度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区 开始抵制新的美元商店开业 许多社区担心美元商店的扩张 会压缩当地小商家的生存空间 并减少居民获得新鲜和健康食品的机会 自治联盟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已有超过70个城市和封锁新的折扣店项目 50个城市制定了限制其扩展的 法律折扣店的波动 不仅是经济条件变化的结果 也是其自身管理和策略调整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 它融及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如何在维持经济效益的同时 提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折扣店的未来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景观 既需要灵活的策略调整 也需要对社会需求的敏感回应 创新和顾客体验的提升 以及更为积极地参与社区支持和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活动 折扣店若能在这些领域取得平衡 将能够在变化莫测的零售市场中 保持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而能继续存活下去